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急速少年社之组来到渭南市河阳县 河阳古称有身国 文化积淀深厚 有阴影故里 诗经河阳的美誉 河阳赛区共有近千名学生参加此次急速少年的活动 整个活动将分为九进二选八赛 急速城堡淘汰在两个阶段 最终从上千名学生中选出32人代表河阳赛区 参加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中央广电视总台 央视少儿频道急速少年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的是 我们急速少年第四季河阳赛区九进二的选拔赛 河阳赛区九所学校的代表队 共200余名学生进入到了河阳赛区九进二选拔赛 他们将以28人29足的形式进行50米进跑 通过排位赛 对抗赛 复活赛 半决赛和决赛 五轮比拼 决胜出两支队伍进入急速城堡 急速少年第四季河阳赛区九进二比赛现在开始 在排位赛获得第一名的队伍能够直接获得进入半决赛的名额 因此每支队伍都在赛场上拼尽全力 最终防震中心小学以十秒六七的成绩夺得第一 晋级半决赛 其他八支队伍将通过对抗赛展开紧张角逐 经过激烈的对抗赛和复活赛后 六强队伍终于产生 然而更加激烈的半决赛也在等待着他们 六强队伍终于产生 我是有組的 十二二三 揹來 王永群最害怕的意外 还是发生了 替补队员没能跟上 其他队员的脚步摔倒了 也正因为这小小的失误 防震中心小学 最终无缘进入 急速城堡 最终能够进入 急速城堡的是 城关第二小学 陆锦镇中心小学 加油 加油 他走了 你就立刻在那扶起来 急速少年的各位队员 即将进入我们的急速城堡 他们将独自来面对 更加严峻的考验 最终将会有32名队员 能够有机会代表我们 和阳赛区参加 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他们将为我们呈现 怎样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不要轻松 周总决赛 你画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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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 我已经了解 然后你们 你画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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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担任队长吧 我会重视每一场战斗 我一定会对大家负责 带领大家走向冠军 希望大家把这一票送给我 我会带领大家走向最后接送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来自和阳县 城关第二小学 五年级六班的李江哲 我在我们班级的领导能力是非常强 一直带领我们组 勇闯第一 所以在座的同学们 请把握好手中的投票权 郑重地投我一票 我觉得我的领导能力比较强 所以我坚信我能担任其队长这个角色 可能大家刚才都听到了 李江哲他们组是第一名 但是他的得分都是通过他打队员 让队员得分得来的 我反驳一下 我可以确认我是在 在我被逼及了情况下 我才会动手打人 我觉得黄晨岔的领导能力并不强 我觉得黄晨岔一直在血口碰着 一直说李江哲 我觉得李江哲其实他领导能力是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太冲动了 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有很多人会反驳 大家呼声最高的李江哲 是城关二小的队长 在平常训练中 李江哲总能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把队伍管理得井井有条 面对现场同学们突然的质疑 一向自信的李江哲有些不知所措 难过的他甚至想要放弃队长的竞选 没事 你别哭 没事我都支持你的 没 没有人能离我 我跟你说 咱这里面有多少人想见你们族 你知道吗 你要是不选队长去了 他们想见你们族 然后最后就外富了是不是 走嘛 没事 没事没事真没事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没事真没事 没事 别说啊 别说啊 然后站 来 非常好啊大家 非常好啊大家 10号邓头25票 好 14号李旭阳28票 好 15号侯丹30票 9号李江哲 33票 哇 有点小意外 但是也谢谢大家 能够不计前行来选我 谢谢大家 八名队长至此全部产生 刚刚成为队长的八人 需要各自组成小队 共同完成之后的比赛 在正式比赛前 八支队伍首先要经历一个 独具当地特色的考验 转交取比赛规则 比赛由四支队伍同时进行 除队长外 其他队员需要戴上眼罩 在队长的带领下跨越障碍 穿过指定的迷宫路线 率先到达终点 并举起极致的队伍获胜 胜利的队伍将获得一张 急速少年的功能卡 转九曲考察队长的指挥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 各参赛队注意 走 一二一二 多种啊 一二对 一二一二 来 前面右转 一二一二对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二 本轮比赛成功 倒 看 快一点 一二一二 一二继续左转弯 现在一个U字形 慢一二一二 插开腿右转弯 相信自己可以 一二一二一二 好合 一二 李江泽队获胜 刚刚准备在开始的时候 李江泽队都已经行了 我们都很惊讶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有些人在玩 他的脾气就爆发了 连走 坐了 那要是有大战略物怎么办 眼睛 忙着眼睛 脾气也在包子 我希望明天他可以更温柔的 讲道理的方式跟我们说话 各参赛队注意 走 一号 左拐 二号 左拐 再下来又拐 右拐 右拐 现在拐弯 弯开到瓶子 脚夸大 停 停 快插开 快点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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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左拐 后面电机 满意 我以后没长得 经过激烈比拼 李江哲和高家威的队伍成功获得功能卡 这张功能卡能在关键时刻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苹果是河阳人最喜爱的水果之一 河阳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 昼夜温差大 光照充足 独特的自然优势 让河阳成为了天然的苹果生产基地 这一次 急俗少年们将面对的挑战 和他们最喜爱的苹果有关 齐心协力比赛规则 比赛采用两两对抗的形式 分为队长踩蹦蹦和团队绑腿运苹果 首先在指定位置踩动气泵 让头顶气球爆破 再以绑腿跑接力运送苹果 在三分钟之内 运送苹果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本场比赛考察的是 急俗少年们的下肢力量 和团队协作能力 你们跑得比我们快 所以你们想考 在练习中 李江哲努力指导着队员 但是队员们却很难跟上他的节奏 问题不断出现 这也让李江哲的情绪 越来越急躁 李江哲个性非常鲜明 他有时候克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可能还有一个肢体的行为 那么这就是他性格当中 非常明显的一个弱点 那要是有大专业物怎么办 一照眼睛一照 不要撤 孩子它是家庭的一片镜子 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就像看到了他的父母一样 妈妈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会更长 那么对孩子的影响就是最大的 孩子也从妈妈的性格当中 习得了妈妈的一些情绪和行为 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求非常完美的那种 不听话的时候我就 有点想法脾气的那种 如果说妈妈在家庭里面 对孩子还是那种压抑的 不让孩子去表达的 她一定会通过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 把它爆发出来 我非常生气 我非常生气 通过让她去甩她的那个肢体 带着她进进一个情绪的释放 也是情绪的外头 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呢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我很平静 再去放在你们脚尖 把你们立马 我一财包立马转上去 拿瓶 这种回来试 通过心理专家的辅导 李江哲的情绪有所平复 重新开始耐心地和同伴们商讨起战术 看这个左右 重浪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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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吴辰 派大後 強度 倒進去 押獲 攻略 前輩 追最後 一攻 要 esta 走 比赛 比赛结果 赵美琪队48个 李江泽队54个 李江泽队 作胜 最后出场的高家威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 他想用这场比赛的胜利证明给一个人看 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高家威 高家威和高家威是一对龙凤泰兄妹 然而兄妹俩的关系并没有其他人眼中的那么要好 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妹妹经常受到奶奶的表扬 这让哥哥觉得一直被奶奶忽视 从而故意冷落妹妹 那你吃饭啊 他总是学习好 奶奶把他比作我 一直说我 刚找到队员之后把你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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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队长后 高家威非常希望哥哥能加入自己的队伍 最后一遍 然而他两次邀请哥哥加入 都被哥哥直接拒绝 这让高家威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想向哥哥证明自己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走得厉害 高家威队确定使用功能卡 他送了坏啥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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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加威队确定使用功能卡 挑战卡 请从胜利的四支队伍中 任意挑选一支作为对手 我选择侯丹作为挑战对手 第一场我的那个机器 被我给踩坏了 然后就输了 我想再挑战他们一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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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加威队 挑战失败 没能挑战成功 高加威队的气氛十分低沉 高加威也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责 可以再比他们一次 一定可以赢的 但还是平均崩溃的 看着妹妹伤心难过 高加威的心里也有些触动 她并不是讨厌妹妹 只是不善于去表达自己 我想他们见解 由于高加威队挑战失败 必须面对淘汰赛 这也是她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一次 她还不能带领队伍获胜 就将离开急速城堡 我不想要淘汰她 她做了外相 加油 加油 不要外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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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外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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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成绩 王海生队 四十个 高加威队 四十八个 高加威队 获胜 我很高兴要赢 我要让他们做到我们的利害 我要让他们做到我们的利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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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东游戏比赛规则 本轮比赛中 六支队伍将连两结盟 组成三支联盟队 除一名队长外 其余15人都需要戴上眼罩 并根据鼓声的次数 在队长的指挥向前行进 完成50米的绑腿前行 用时最短的联盟队伍 将直接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本场比赛考验的是 队长的指挥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我想跟张姐安组队 同意 我想和李徐姚组组队 同意 队员有一些不同意 我们都说跟绿色结盟 是队伍同意吗 有一点点小失落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队员 有时联手肯定会赢 我想组队的是高加威队 同意 同意 其他两组队伍已经组队成功 需要还是要跟李江哲组队 对每次都是 比如你组前去 你组完后 面对近乎一半成员的不认可 李江哲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让队伍变得团结呢 听完鼓声后 不要立马就听李徐姚 只会他拍两下 然后再过一秒 走 你来拍 不要怕手疼 我先帮他 给那些队员们都一说 让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最后他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 拍两下张 就是直接立刻出发 在中间第二次走八步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我还没听到队长 立刻拍手的时候 我就感觉已经有人在走动了 我们就 把我们直接拖着走过去 当时也幸好没有摔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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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赵美琪 张锦岩的成绩是1分53秒00 投单高加威联盟队伍成绩是1分13秒44 我想先适应一下这五十米到底有多远 李江哲经过几轮比赛的反思 之前同学们的反驳和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断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开始自我反思 或许自己之前的行为都错了 同学们 这张抱歉 我以前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 现在我已经学会慢慢管理自己的情绪 我再也不会把我自己的观点 将近加持给你们 队长 她不再对队友大吼大叫 更多时候是在默默思考和耐心的沟通 笑容也逐渐多了起来 如果能够通过咱们急速少年这个活动 然后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这个问题 并且有一定的领悟力 再加上他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这个孩子就能够完成对自己的一个超越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一次他要和队友们一起实现进入总决赛的承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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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人绑腿跑将最终考察急速少年 心理和体能的综合能力 本轮比赛将采取三局两胜制 八名同学完成五十米绑腿跑 率先到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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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着队友 我当时就想着没事 还有机会 如果赢了就可以翻盘 因为都记住了 跑手喊一二 大手喊出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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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比赛 赵美琪队伍获胜 没事 别夸了 没事 这只是一场比赛 没事 走吧 走吧 我答应我队员 要带他们走向胜利 可是我并没有做到 我呢 很抱歉 没有完成我的成果 没有带大家走向胜利 大家都别哭了 没事 下次咱们还有机会 好不好 大声回来我 好 他就是比以前更温柔了 队长的脾气比以前变得更好了一点 他的性格变得温和一点 加油 我们都是最棒的 我现在特别地激动 我可以一起参加总决赛 我很开心 我们队和他们队都成功晋级了 最终代表我们和阳赛区的32名急速少年 他们已经在我的身后就位 在最后一跑环节中 32名急速少年在经过半天训练后 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50米绑腿跑 擦有资格代表和阳赛区 参加急速少年第四季总决赛 防震中心小学的教练王永青 在九进二的选拔赛中 以激情训练法 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顺利完成最后一跑 急速少年们特别邀请了王永青教练 来到现场 指导他们进行最后一跑前的训练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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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功劳是 第一步验 谁有欧阳 欧阳少年 有欧阳之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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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更好的自己 大家亲信协力非常团结 我们一定会在总学界赞友 拿到第一 我们到人生路上 会有很多不好的事 我们一定要用脆弱 要勇敢地去面对 他们最后一跑的成绩是 十二秒三七 一阵过零 十二天皇阳 皇阳上前 勇皇军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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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皇阳两次 皇阳翻队 翻阶哥们 手头出列 需要你跑 皇阳啥做了 他给我的回应是无所谓的 一团混乱 一团三 对这个队伍很难管理 你是一个自己 我是一个自己 同作一个教室 就像彼此的背影 我看见你成见的脸 你会以为亲切的眼 世界就是 你看得见我 我看得见你 你是一个自己 我是一个自己 同在一个蓝天 拥有彼此的心意 云彩浪漫的天空 等待我们去偶像 幻想触摸 我细续激荡 期待着天地的波浪 你忘记了我 我忘记了你 灿烂的幻想 开心的呼吸 我忘记这词 在这词 中文字幕装 happy to be 我们都失败了 我忘记了你 活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